2012台湾灯会在彰化鹿港举行 灯区范围突破往年灯会 集中场地的模式 规划主灯区 南区以及北区 搭配在地的工艺以及美食小吃等 而现场还有个有法轮大法的 大地球花灯特别亮眼 彰化鹿港中山路的九龙魅力灯区 每天都涌入大量的民众参观台湾灯会 把整个鹿港最有味道的古色古香 整个都把它呈现出来了 逛灯会赏花灯 一个超大地球在旋转着 还有一本转法轮也在旋转着 这是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造型花灯 许多民众觉得很特别 这个花灯比其他花灯还要特别 它是一个地球而且它会转动 上面还有一个叫人家做膳式的膳 它都蛮漂亮的 都比较很传统 半代鹿港这边是对的 台湾灯会是国际性的灯会 所以我们法轮大法就来共襄盛举 参与这次的花灯 譬如说我后面的这个花灯 就是我们李洪志师傅的褒奖 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灯 最主要我们做出的花灯 是要给观众去了解认识 法轮功是什么 今年台湾灯会规模空前盛大 整条道路设计不同的花灯 公民众徒步观赏 鹿港小镇也挤进了满满的人潮 民众要把握机会 在这九天一堵台湾灯会的风采 金糖尔野台电视 黄子宗 陈映珍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